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通关失败 请回到第一关重新挑战吧 其实中途 月亮组合一度闯关到了最后一关 结果运气不佳 重新来过 然而原本还斗志满满的他们 却在后续的挑战中接连倒在第四关关卡前 那可怜又无助的模样让人记心疼又好笑 我一定要让别人刺激我 我们台上说像习惯了 就是台里有掌声 有欢笑声 然后观众我们演员就很有刺激 状态卡 状态卡 节目刺激还不够吗 还要人来刺激 节目它有的时候不刺激 逻辑就在于 这两个箱子不一样大 而它那个盛水槽那个 它一定是必须在大箱子才能扣得住 小箱子是扣不住的 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恭喜二位通关失败 不刺激 不止一次在采访中自嘲是 一类体质的小日月心态崩溃 而是要一改去年三傻形象的 贾乃亮也开始认清现实 一起拼 一定赢 这位小二位通关失败 我的第一关属于补账 我都不知道该笑 崩了 它早就崩了 我其实我不是 我是来证明自己的智商的 你们看这个片段 您觉得证明 并没有 并没有 你知道那个游戏我们玩了多少遍吗 就玩了一上午 反正就一个游戏 一上午 玩了一共 玩了十二遍 但看节目的观众可能要说了 在《无规则可言》的极限挑战 相比上一季 人家还是有些小进步的 我去藏起来 下次再来的话就直接可以 咱们假装第一关跳完过了 就直接第三关 对不对 你看一走 你就假装 动一下 我们做了个记号 那个重头再来的纸条 我那盒头抠了一下 亮亮属于那种聪明的 是吧 感觉进步了 比上面 我们下一个问题 一次次失败 一次次重来 小月月已经绝望 但贾奶亮却始终没有放弃 尤其在打气金剧这块 人家可是拿捏得死死的 你知道吗 不放弃不放弃 走 生活充满了奇迹 小月月 告诉你 我们生来倔强 只要不死 我们必定坚强 山不再高 有先则灵 水不再清 能喝就行 你跟着我打造 肯定能赢 我的优势就在于 我自己就是跑动力比较强 然后呢 也不是叫 就一直从头嗨到尾 就一鼓作气那种 我告诉你 我就要教你一句 我告诉你在极限挑战里面 能用汗水解决的事情 绝对不用眼泪 知道不 谁用我眼泪解决问题 你呀老哭动不动 你就老打滚蹬腿的 动不动抽筋的自己就 我喜欢蹬腿是真的 小月月就是一个天生衣服 感觉就瘦气包的样子 咱俩最后搂了哭挺可乐的 结束了闯关 小月月悲剧结束了 但贾奶亮依旧在继续 连续两次票选 她都是被投出去的那个 她来了以后先指迅哥 因为是部队 就刚刚我们说的 就说你各不服服 就说你各不服服 对 我们又要你了 可以可以 在这儿 亮哥你来 咱们宣订 对不起 这可以 对 他吃惊的那一瞬间 是由光头来宣布的时候 这股怨气 小月月甚至还延续到了节目外 跟亮亮在一起吧 就是 我怕到时候弹幕说 哇一个说像的说不过一个演员 这不是事实吗 我最怕就这样的声音出现 真的是这样 月亮组合经过了这一遭之后 后续走向又会如何 极限挑战精彩还在继续 记者刘冲 上海独家采访报导 由宋佳 袁永怡 王耀沁等人主演的电视剧 盛庄日前在上海开放了剧组探班 这个名字 这个阵容 不知道说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演的太牛了 太牛了 也是场外音源吗 太牛了 太牛了 导演 要不是知道开拍的新剧名叫盛庄 记者还以为自己走进了隔壁太牛了剧组 腰核心剧王耀沁提嗓变成南高音 说起剧中的角色 他又深沉地亮出了南低音 大家好 我是王耀沁 这次在盛庄里面 饰演的角色叫做向亭峰 是这本国际知名时尚杂志的 亚洲区出版人 亚洲区出版人 身为一个 亚洲区出版人的扮演者 声音要稍微低一点 亚洲区出版人 在这场剧盛庄中 除了王耀沁饰演某杂志的 亚洲区出版人 旗下还拥有宋佳和袁咏仪两位主编 而同时 王耀沁和袁咏仪还有剪不断 理还乱的情感纠葛 怎么样 情女爱人夫妻 但是又离婚的那个关系 偶像 我可以就是 就是 偷偷地说就是 其实我是因为袁咏仪才接这个戏 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看她的心 心不了心 走开 她好像急比我年轻几年而已 对对对 我很年轻就演戏了 于袁咏仪合作盛庄 王耀沁直言相见恨晚 而对于袁咏仪而言 王耀沁本应是个安静的美男子 王老师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文艺的青年 你知道吗 因为我之前都看的都是她在 她的舞台剧的那些作品 所以我没想到她的本人是那么火爆的 她真的是好神奇 她除了就是演一个 那些总裁啊 出版人啊 老板以外 她能歌善舞 对啊 但是她的舞都是停留在那个80年代的那种舞步 暴露了暴露了暴露了 对 然后这个平常在家里面 这个空间虽然不够大 可以前进 后退 除了我的魔性嗓音 以及我的魔性舞蹈之外 其实 我本人就是个小恶魔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直播间 王耀沁这段魔性舞蹈 都让人百看不厌 还引来了宋茜 郑凯等人静香魔法 你要跳舞吧 明明你 你要跳舞吧 我觉得她们 各自有各自的优点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 无非就是希望大家开心 不过没想到的是 在盛装剧组里 还有一个来叫板的 我准备挑战她了 你现在愿意出来 我当然不会 这个是我最近 我想出来的秘密武器 我准备挑战她 我现在准备在那个空余时间 抓我的助理 我们排之舞 来跟她飙舞 记者陈湘芸 上海采访报导 在电视剧《我的金山银山》中 演技派可不少 李鸿涛就是其中之一 她是西游记中的青牛怪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 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丁的破侯 还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鸿兽 中的顾家侯爷 你什么时候眼里有个你的父亲 如今 李鸿涛又在《我的金山银山》中 和范鸣杠上了 饰演农民企业家 汤大强的李鸿涛 一心为振兴家乡搞建设 但由于和范鸣饰演的范兴火 做法格格不入 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一触即大 好的 一把我放下来 我可要报警了 我这叫开着铲车 送充干回家 在这个距离我是不断地敲打老虎 对 不断地敲打范鸣 反正是因为我知道 她是一个挺能演戏的演员 在扶贫攻坚的过程中 她和范鸣也是越闹越凶 就是我跟老虎就是动手 动手 对 还有动手的一场戏 两个人就说 我用我的这个泳春拳 你知道 她用她的外八字 她是平时走起路来也有点外八字 对对 就是两个人就动起手来 那场戏就打得比较激烈 李鸿涛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八七级表演戏 他们班级的熟联可不少 比如同宿舍的班长胡军 就像胡军 就属于倒下就可以睡着的主 你知道吗 睡着了以后 我们全会起来 起来以后 就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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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吓他一下 他会像像一个什么 像一个蚂蚱一样 啪就蹦下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们都愿意看他这一下 你知道吗 比如演过小别离的韩青 韩青这都是属于我们班的 就比较人家 你知道吧 就是脑子转的比较快 又比如近日凭借前浪后浪的激情演讲 登上热搜的何冰 何冰就属于军师类的 比较聪明的 何冰就有必要能说 一条死鱼一定能让他说活了 你知道 而女同学们 比如徐帆 陈小毅 江山等等 也都是巾帼不让须眉 就我们班女生像徐帆 小毅 这都是没事就往男生宿舍扎的主 你知道吧 去了以后还有江山 这都是 去了以后就是 就是不管是谁在那睡觉吧 就是夸的就想起来 干什么呢 还不赶紧上课 就是我们都说这叫疯婆娘 你知道吧 虽然毕业近30年了 但同学们台上台下常常相聚 八年前还集体合作了一部《青春四时》 如今年过50 李鸿涛又来率先喊话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个日子 开始聚一下了 记者彭天娇 余明江北京采访报道 四场演出130组艺人 录制的场景是五花八门 每个人的表演形式各不相同 先说笑点担当们 比如这位站在路边 突面镜下自拍唱歌的周迅 因为艺人以手机的极简随性 被网友爱称为热心市民周女士 还有纳英毫不讲究演出排面 在买菜途中完成了自己的表演 尤其是在演唱末时更是即兴改歌词 而那些版面上看上去淡定 录制设备讲究的小同学呢 第一次面对这种形式的演出 内心也差点绷不入 瞧瞧咱们的音乐剧王子郑云龙 也会不好意思 咱们的老朋友蔡国庆老师 领着9岁的儿子庆庆 来了一首365个祝福 通过让她参加这些一演 让她从小有一种责任和担当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言传身教的 但实际上呢 她们要求的是我一个人唱的 但是我就没告诉她们 虽然没有专业的拍摄和录音设备 但整个过程 父子俩人完成的是相当愉快而易议 不说当天 全家还一起看了线上直播 她觉得她做了一件 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她很自豪的 笑点萌点不少 但说起来承包我们泪点的 似乎还是那些老牌歌手的经典老歌 真心意情需要我们有时有衷 过度尽头不一定环顾 这场由高晓松担任总策划 130余组华语音乐人接力上阵的演出 累计共吸引了4.4亿人次在线观看 如今一眼虽然结束了 但相信的力量却借助音乐的火种继续燃烧 记者胡良斌北京采访报道 欢迎回来本节目是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引用天然矿泉水 特约赞助播出 来看下一条新闻 继2013年古剑奇谈之后 陈伟廷杨幂时隔七年再度合作拍摄古装传奇剧《胡珠夫人》 这不剃了寸头完成隔离后陈伟廷就正式在横店复工了 才开机十天左右吧 这十天我觉得也是挺充实的 无论几点收工都立马要充到健身房 据悉《胡珠夫人》中陈伟廷飞檐走壁的动作戏可不少 于是横店连日来的高温成了她最头疼的事 有一天是太热了 然后所有剧组的朋友都说 还没开始了 所以现在还没正正的到夏天 记者范立希上海采访报导 好了今天的文娱新天地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